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很簡單 當然我們可以說 有時間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或者樹林之間行走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客人 買了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包括了一些很簡單的 一張床墊 只有一張床單 剛才醫生也提過 出去加拿大的時候 都可以攜帶 鋪在床面上 每一晚一定會睡覺 一定會休息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這個治療 不需要每天繁忙之緣 要花時間走去交往的地方 還有一些就是一塊 一塊墊 可以在你上班的時候 在辦公室或放在地上 你的腳趾也可以 或者放在你的電腦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的工作 都不離電腦 可以放在這裡 你接觸到 就可以接受到 接地器的治療 剛才提過的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 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 六創二的地址 是在銅鑼灣 炸電街五十四號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我們的聯絡電話 是28824848 開放的時間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十點至晚上七點 星期六 是上午十點至下午的五點 歡迎大家 到來參觀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 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你今集的主持 今集錄音室很熱鬧 除了原醫生之外 我們還有一位拍檔 Patrick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Patrick 大家好 真的很開心 很難得 可以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一些 你外面聽不到的醫療訊息 我們真的要知道多些 和原醫生學習多些 今集我們想說 咳 是不是原醫生 因為現在天氣很乾燥 又轉動 香港真的很多人咳 有些真的咳得很厲害 其實真的可大可小 有些人一咳 可以咳幾個月 甚至咳到喘氣 其實想請教員醫生 我們自然療法 有什麼方法可以處理咳這個問題呢 其實天氣一變 每年到冬天 但是聽到很多人說咳過不停 或者咳到晚上都睡不著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會說 應節 應的天氣 那我剛才在電梯上來的時候 來這個播音室 我遇到一個朋友 那他就跟我說我想去錄音 那我這次就說咳 那我這次就說咳 那他馬上說 是呀 我最近這幾段時間咳到睡不著 慢慢睡不著 那你也看到其實咳是一個很常遇到的問題 尤其是香港 那很多人都是周期盛 每年到時多後 那他們會咳幾個月 那年紀大的人咳得厲害 就很危險的 可能會咳到肺炎 那些小孩很多時候咳到咳到哮喘出來 那所以我們是時候 跟大家分享一下 咳是一回什麼的事 和我應該怎樣處理 那身體會員是幫自己的 我跟大家說了很多次 那當我們上呼吸系統 受到刺激或者感染 那我們第一件事 我們就會怎樣呢 是將它馬上咳出來 那所以呢 咳可以說是一種保護的機制 那身體企圖將那些細菌 病毒 塵埃或者一些花粉 將它清掉它 那如果深一點的咳 可能將肺 喉裡面的刺激物質 或者那些黏液 都將它清掉出來的 那有些是乾咳 有些是有所謂痰咳 其實痰咳意思就是說 身體是不斷 有些是用一些液體 分泌出來的液體 連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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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呼吸氣道 那方面都都 即是洗了它出來 那這樣 所以有時候會有有有有痰 會出現的 那出現咳呢 當然呢 常見呢 就是上呼吸系統感染 病以鼻喉 受到感染 那通常呢 就會伴有這種這樣的咳 那也都很多時候呢 咳可能呢 跟那個細菌 或者那個病毒感染有關 那也都有時候呢 是個肢氣管炎 或者那個那個 咽喉炎 甚至乎呢 那個肺炎呢 或者是一種叫做 烤烤烤 即是比較 身體比較容易上見的 那又未去到哮喉 即是未去到八天咳 總之是一種很大聲的 我英文叫做 很明顯的 很大聲的 這種這樣的小孩出現的咳 那很多時候呢 咳可能是 人們聞到一些刺激的物質 譬如塵埃 或者化學的氣味 或者簡單來講 是煙 煙味 都會做出人咳 那還有一種 常見到的咳 是跟食物敏感有關的 很多時候呢 有些人吃了一些 容易野痰的食物 或者吃了一些燒烤 最近呢 冬天季節呢 很多人喜歡去燒烤 那之後呢 就發現咳得很辛苦的 那也都可能是 因為那個環境的 那個敏感物質 譬如花粉 Red Wheat 即這類的 這個時候呢 那可能會比較多些 那也都導致的 那但有些人呢 就沒事的 只不過他聞到凍空氣 或者聞到熱的空氣 有時候早上起床 一副一張皮就咳一輪 很多時候的小朋友都會這樣 那這種情況呢 是只不過 因為他對空氣的改變的敏感 那如果有些人的咳 或者持續性的咳 可能跟情緒都有關的 有時候都要看一下 是否有些咳 是因為情緒的因素 有些人的咳一輪不開心 或者要上課 讀書 或者有很多人的憤怒 其他的情緒 都是一個可能會導致的 那也有些咳 因為那個胃酸倒流 走出來反磋 令到喉嚨那裡 吃到一些酸酸結結的感覺 從而刺激得到的 這種也是一種咳的因素 還有一些咳 可能跟藥物有關 很多人吃很多西藥 其中有些西藥的副作用 會導致長期咳 有些人說吃了西藥 有些人可以吃咳水 只咳 但吃完它就更咳 就更辛苦 正可以所說 我們所知的西藥 會導致咳 例如有些人 是吃血壓藥的 有幾類的血壓藥 其中一個叫做 Vasotac 或者一種叫做 Cap protein 這兩類的血壓藥 其實都發現是可以導致慢性長期咳 所以要考慮多方面 例如年紀大的人 他可能有心臟有問題 當然心臟衰弱 我們叫做心肺力不夠 也會導致咳 那種咳 很多時候會痰很多 它很辛苦 呼吸也很辛苦 那些人可能已經吃了很多 有高血壓 吃了一些高血壓藥 你發現原來咳 其中一個原因 都是跟高血壓藥有關的 所以我們要考慮的 要很多方面 當然 視乎咳 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有些很大聲的 有些咳到作嘔的 有些咳到聲音很尖 有些很沙的 有些好像肺 有些咳 有些咳的痰多到 它好像朗著痰咳 有些咳到喘 有些咳到沒有氣 有些人一口氣便會咳 其實咳的形式很多很多種 在我們處理的方面 我們需要考慮一下 每種咳的形狀是怎樣的 我覺得最辛苦的是 半夜咳醒了 喉嚨突然痕癢 我都試過多次 不知道為何突然痕癢 頭也沒事 晚上才有事 有種咳是這樣的 有種咳的 有種咳的病人都經常這樣說 他一躺下 沒多久 就咳了 有些嬸嬸仔不用 一躺下就立刻就咳了 沒辦法了 唯有坐在身上 整晚坐在身上 你可以想像得到 對 很累很累 很累 所以咳的東西 可以很大火小 有些導致你睡不到 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也有些人咳 咳到周身冤痛 咳到胸口痛 咳到腹部的肌肉都抽到痛 咳的影響其實是可大可小的 如果長期咳不處理 很明顯你的呼吸度 都會有發炎 會有損害 有些咳突然突發的咳 又是小孩 有時候你感覺上 沒什麼需要 沒什麼理由會咳 很可能是他吞了一些東西 吞了一些外來的物體 也會導致 咳當然我們很少看到 但有時候我們都要留意一下 好人好事 沒事 又沒什麼傷風過 又沒什麼發燒 突然之間會咳咳咳 也有機會 他可能十分之 吞了一些東西下去 即是塞住了 有些情況咳 咳可能是代表 有些很嚴重的病 就快出現 那麼有時候咳咳 就看到審 ż bones 然後他說 我們不可以讓他傷風 因為他一傷風之後 沒多長時間咳咳咳咳 直接吸吸到 直接呼時的困難 咳到是� Meu五色 是� fro nationally 帶了多少火 這些情況之間 會為了要 crucial 正是要快要處理 在我过去也有很多人遇到这类病人 有时也会怎样好呢? 现在近年有些人死在哮喘 早年从来没有人死在哮喘 我跟大家分享过 其实很多人死在哮喘药那里 不是哮喘本身导致死亡 在70年代这个资料被发现之后 在外国很多人开始不肯用那些 因为哮喘有时可以按下来 有一种叫做paradoxical reaction 就是一个很相反的反应 本来希望它来扩张气管 但结果它就令到血管有很多分泌 很多液体令到整个气管都失去了 很多人都是因为哮喘药用得太厉害 导致哮喘是窒息而死亡 所以很多病人来找我们的病人 都有这方面的经验 当然大部分都是在用西药 都不行 10分仔 仍然是有少少东西又会喘起来 那怎算好呢? 尤其是在晚上 很多10分仔的哮喘是半夜生间发作的 我亦都不希望那些病人半夜生间打电话给我 那就是 为什麽我都没命 有时间性的 有些所谓的中医都有考虑 有些是寒凉的咳 每个人都有生命时钟 那我们在同学疗法 我们都很考虑 比如12点钟咳 3点钟咳 5点钟咳 其实很多方面我们都要考虑到 好 那万一有些小朋友 或者大人也好 他会咳到喘 那有些什麽做得 尤其是半夜生间呢? 那我通常呢 我们教他 其实跟大家分享过好几次的了 就是有什麽呢? 喝滚水 喝滚水 OK 连饮三杯滚水 那甚至乎呢 就可拿一些叶毛巾 是敷背脊 那来到 就是将个身体的那个 那个 补充水分 那样 处理这种这类 这样的咳 那样的 暖水袋可以吗? 暖水袋也可以的 但是因为呢 你可以这样的 拿个毛巾 濕了一些热水 就是稍为扭干 不要被它滴 那敷着背脊之后呢 如果你加上那个那个 暖水袋呢 是不是更加热度更加加强了 那我知道呢 很多时候的敲转 都是因为我们身体缺水 那要补充水分呢 热水是有效过冻水的 那很多人做了运动之后呢 周身热辣辣 出汗 那喜欢喝冻水呢 其实效果不太好 那时候呢 你反而喝点热水呢 你那个止渴的效果更加好一点 就是不要想着呢 就贪方便 想着 既然这么热 不如喝点冻东西吧 香港有很多都是这样的 直觉性 直觉性 这么热了 以为会好一点 那其实呢 就在医学上呢 身理学上呢 我们发现呢 其实就刚刚相反的 反而呢 喝热水更加好的 那当然呢 有时候有些咳呢 咳得很厉害的那些咳呢 就有其他发烧啊 累啊 或者呼吸困难啊 甚至后来成为一个 成为那个肺炎都会有的 那当然呢 如果你咳的时候咳出血啦 那简单些 可能那个喉咳咳了 对不对 但是严重一点呢 咳很可能是肺炉 是 甚至乎呢 是那个 就是有有流肿 有可能有肺肺肺癌啊 之类之类的 那所以 任何的咳呢 如果是持续得很久都好 那都开始呢 都要找个医生去去看一下 那因为呢 他那个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起因是很多 是吧 那但当然呢 我们香港人呢 都不是说没有医生去看的了 有什么事都要去看医生 有什么事去看医生呢 那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看来看去呢 都是不行的 都是 都是给一些西药你吃 但是有 其实又没有用过 对 最后其实很多时候的状态 就是 正所谓的 是啊 但是其实如果这样 是否真的 食物方面都可以帮到手的呢 我们平时 那当然食物是一个很有帮助的 那这样 那这样 那一般人呢 都是试过 所谓所谓的 先用西药去搞它 那西药呢 那西药呢 大致上呢 都是用一些Coding那一类的 那一种Nacotic的 那Coding你知道呢 它是可以是一种 可以抑制的 就是把你的脑袋呢 把那个Coding的信息呢 就是 就是关掉它 那这样的 但是这种东西的 副作用很大的 那包括呢 就个人会个人 温温腾腾腾 好分水 和便秘 还有呢 那还有呢 长期吃这些 又含有Coding的 的Coding的Coding 会有会上瘾的 那还有一种的 的常见的 的Coding 所谓Suppressed Coding 那很多呢 是那个 就是over the counter 就是 那个 市面 的浴房都自己可以买到 就含有一种 叫做 Dextral Mephofen DM 如果你看那个 label 上面有DM 那它基本上呢 就是含有这种的成分 那为什么呢 它就代替了Coding 因为Coding 会有上瘾的 那它打算呢 用Dextral Mephofen 这个呢 就起码呢 就不会有 就是不会上瘾的 那和呢 就基本上呢 它那个 就是那个副作用 都比较少一点的 那就是西药这方面 都很多人都会用 不方便 就是香港人不方便 不会用的 但是很明显 大家都试过了 那当然有些 是吃猴糖 有不同的 的成分的猴糖 那有些猴糖呢 就比如有时候 这些干咳 就是很粗 那样 那好像吃猴糖呢 好像可以舒缓一些 那好了 那天天 就刚才问了 那就是 食物那方面呢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的 啊 吃了些煎炸 煎炸食物了 或者喝了些 牛奶类的食物呢 是很野谈的 那所以我 如果我们遇到一个 一个病人呢 尤其是年轻点的 或者是小孩 那 那他们就经常说 他 是游风游风 就是游风游 游风游 那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 游风的东西呢 就一般来说 是自己会好的 一个星期左右 或者是一般的平均 一般人的体质呢 一个星期左右 都会自己过的 那但如果是身体弱的那些呢 就两个星期左右 那但是应该就不会呢 就是持续很久的 有些人的呼吸系统那些症状是持续不断发生的 一个月可能每个月都会不停地 整年都有的 这些很明显不是一般的伤风 也不是一般的感染 一般的感染身体一定有办法处理了它 遇到这些长期的不停的咳嗽 我们会考虑食物敏感方面 有野痰的食物又是小孩 你看到它经常说自己是伤风的 我说肯定它不是伤风的 它是食物敏感 最容易导致食物敏感的就是那些牛乳类的食物 比如牛奶、芝士、雪糕 这些叫做野痰的食物 有些人对煎炸的食物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如果真的遇到这些情况 简单点可以尝试一下 多喝一些室温水或是暖水 起码可以化一化痰 也可以喝一些热的鸡汤也好 或者用一些洋葱汤 这些在食疗方面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如果这样 那会不会有其他营养补充剂方面 又可不可以帮到手呢 那你能看到 现在今时今日 大家都好 就是很多人都会用一些不同的营养补充剂 大家在市面上看到那些所谓的喉糖 通常含有维他命C 或者是C杂 我知道维他命C起码是抗炎 帮助你那个感染 很多人就会吃这些所谓的含有维他命C 或者含有腥 因为腥可以加强免疫的能力 有些人会用这些喉糖 可能每个小时吃一粒 很普遍的 但还有一样东西 我们在自然医院都会考虑得到 有些人的咳嗽是因为腎上腺弱 这些腎上腺是打斗的腺体 要发现他常常很累 也都可能有其他伴症 就譬如很容易暈 一起床 蹲下起床就会暈一暈 这些都是代表腎上腺比较弱的 那我们营养补充剂方面 当然我们就会用一些腎上腺 就是乙型补养 也有一些营养的工具 就吃回腎上腺素 那些腺体那些产品 当然不是说荷尔蒙 用它的食物来补充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般的 就是用维他命啊 食疗那方面 那但其实呢 大部分呢 大家在市面啊 或者健康店啊 或者药房呢 找得到那些 所谓天然一点的处理呢 多数都是草药的 是吧 有草药的 那我曾经讲及呢 腎上腺素低 是其中一个 导致那些人经常咳嗽的原因 那我们知道有一种很简单的 的草药 亦都草药 亦都有一种食物性的草药 就是什么 是Licorice Licorice 是甘草 甘草 在中医来说 是很常用的 中医来说 甘草是和中的 那很多时候呢 都 都加少少少甘草的 那但是在西方这里呢 我们就这样用了甘草 来到冲茶也好 来到舒缓的喉咙 那些不息啊 但是甘草呢 亦都有一点会提升你的血压 那有种情况呢 我们都用来呢 是帮助我们的腎上腺素 就是补回腎上腺素 那当然呢 常常用呢 都要小心一点 尤其是你高血压的人呢 那就不应该用甘草 我说的这种草药 那 还有一种呢 就是Marshmallow Roots 那些药熟葵 Marshmallow 你知道Marshmallow 棉花糖 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叫Slippery Elm Slippery Elm 是那个赤鱼皮 那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在西方的西草药里面呢 是差不多最常见的草药来的 是帮助喉咙、呼吸系统 这方面的 尤其是呢 当这些人呢 是有些所谓干咳这方面呢 那就用这些来到冲茶 因为冲它三次 然后 三次这样 那可能冲它一轮 几天之后呢 三、四、五天之后呢 应该都可以帮助了 那我可以试一下 那还有一个简单呢 就是薄荷糖 薄荷糖 就是很多人这个下意识都有 那我们有时候的香港人呢 会用那些 台湾的那些金草 那些金草的那些 那些果实 这样切 那这些都是一种舒缓的 那其实那个 那个成分呢 都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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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荷叶 那些 薄荷叶这方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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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些呢 就是 我们叫做 毛鱼花 那样 毛鱿花 那样 这个叫做 mal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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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舒缓的 那我们有时候的 mallon 可以製造一些 mallon的油 是帮助舒缓的 以制中烟盐 这方面的 那个 那个 功用 那尤其对肺 和喉咙 尤其是早期 咳的早期 可以喝一些 mallon tea 来充茶喝 那 那除了这个之外 也都有一种叫做 北美防风 Osha Osha Roots 一种 一种 香氛 很重的 一种 的植物 根部植物 那也都帮助 清肺 而且对干咳 那方面 是非常之好的 那也都是 遇到这些情况之下 如果你属于干咳 可以考虑 用这个 Osha Osha Roots 北美防风 那也有一种茶巴 是用Sage 和Fime 就是勾 勾 单身 和百里香 这个也是常见的 亦都帮助你 肺部拒除这些 积累的痰 可以化痰的方面 亦都有些人 咳得来 可能又便秘 那怎样呢 那就喝一些芦药汇汁 大家知道 芦药汇有些轻射作用的 亦都舒缓作用的 那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之下 一天喝几杯 就是喝四分之一杯的芦药汇汁 一天喝三次 来帮助 也帮助便秘这个问题的 好了 如果你咳咳 这次不是便秘 你咳咳 这次咳咳 是土瀉的 那我们就用另外一种 叫做Lung Wart Lung Wart 是维他命C很丰富的 有少少收敛的功能 这种草药 有时候你可以用 如果出现有便秘的问题 用Lung Wart 如果出现有便秘的问题 就用Lung Wart 如果出现土瀉 轻射 就用Lung Wart 这种草药方面 在西方草药是很经常用的 大家知道 现在人们很流行香氛 有时候点一下香氛燈 相信大家都想到的 安树 Eucalyptus Sage Rosemary 以及Peppermint 这些都是帮助呼吸系统的 简单来说 就可以滴一点 用茶油 在喉咙方面都可以用 也有些人用 滴几滴的温水暖水 当作一种吸收水蒸气 这些工具 所以香氛油 相信香港市面上 都是很容易买得到的 对 比较普遍 对 如果在生活方面 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 很明显 如果有些人自己明知 冻风很容易吹傷 或者温度的转变 当然在外面医术方面也要小心 而且帮助我们的呼吸道 不要那么干燥 记得多些喝水 避免环境方面的刺激物质 和食物方面 喝点蜜糖会更好 蜜糖水 肯定蜜糖水 蜜糖水也很好 蜜糖水至少 脂润的成分很好 有些蜜糖水 蜜糖水 已经在外国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当然 避免热烈烟 在环境方面 大家可能都很敏感 要避免这些这样的场合 对不对 好 有些人说穿背很好 其实请教一下 医生穿背能否帮到咳嗲 这些是中药方面 也有很多很多的工具 有些人可能长期咳嗲 或者咳嗲这方面都是 对不对 好 很好 我们接着不如一会 稍后我们继续讲CUT这个问题 对 点击 三个W h-e-a-l-t-h-s-h-o-p-dot-com-dot-h-k 自然療法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我们回来继续自然療法与你讲咳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说他试过很多方法 西医、中医、承药、草药方法都试过 还是继续咳很辛苦 还有什么办法呢? 其实在我们的工作里面 因为很多人都是 刚才我所说的一件事 其实在很多人的坊间很多人都知道 健康店有很多的咳药、草药、咳药 其实这些成分都是包括在 但始终我们仍然有很多很多香港人 遇到咳都困扰得很厉害 当然我们暂时未曾听过一些人说咳咳一年 一年然后四季都咳都比较少一些 就算你冬天咳或每个月都咳咳咳 在电场的时间 其实都是辛苦的 很困扰的 对,又影响工作又影响睡眠 所以说真的来说 虽然我刚才说了很多工具 但是在我诊所里面 当我遇到咳咳的病人 大致上 他们多数都试过这些工具 都没得到 那怎么算好呢? 当然了,最后的杀手简是什么呢? 就是同类疗法 是的,在同类疗法 在我们同类疗法的行头 所谓这样说 大家都说如果一个医生 能够医疾医得很厉害 那医生的同类疗法的医术 一定很精锐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那你知道呢 同类疗法的用药配药 是要很精细的 是要很独特新病做的 就是不是说你咳咳 肝咳,大声咳,小声咳 那就可以配到药 那其实是不行的 那如果我有时遇到病人 如果他慢一下 就是他来到 那他很急的 我亦都可能当时 就花不了多些时间 去了解他的病症 那我都会用草药的 如果他没有试过 那些工具没有试过 那我都会用这些方法 来帮他舒缓一下 那当然了 如果你听他的病历 他所说的问题 是很顽固的咳 那我就肯定 我一定要花点时间 拿多些资料 那需要什么资料呢? 那我们需要什么资料呢? 其实我们要资料 考虑的地方很多 第一,我们要看 它是属于哪一类的咳 它是一种干咳 简单 濕的咳 有淡的咳 有些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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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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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咳 有些人咳 晨早起床就会出现 有些人咳 有些人咳 晚间十二点钟 尤其是 有些人咳 下午四点到六点 有些咳 有些咳 凌晨三点 有些五点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 它那个时间 很准确 如果那些病 其实不是很多病 说得出 最多最多 最多就说 我晚上更多睡 或者晚上更多 或者晚上更多 如果我们能够说到时间 这个非常有用的资料 也都看过气候环境 它是否遇到冬空气 是否每次冬天才出现 或者会不会在那个 潮湿的地 那个地牢 地牢里面出现 或者会不会室外空气热 或者室外空气冰冻 或者受到风吹 或者因为春天 香港回南天 或者有些咳 在太阳之下晒才咳 有些咳 就是一副开的皮 一换衣服 也会咳 所以 我们真的要考虑 天气的因素 就是温度的因素 第一 第二 有些人会告诉你 有一个疗疗的咳 很有趣 它是跪在这里 祈祷的时候会咳 咳 就是这个 在我们的医学书里面 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但是 这个疗疗是蜜如塞 Sipria的疗疗 那个疗疗的阵型 就是跪的时候会咳 如果你遇到一个 或者听众里面 要认识一些朋友 你看到 它通常有些很古怪的症状 当它跪在那时会咳 当然 最常见的咳 有些人就是 一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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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就一落床 一躺平 就开始 有些人睡了半个小时才开始 有些人在这种情况 我们叫做 身体的姿势 是导致的 有些人咳 有可能 要伸起手 有些人咳 就一定要起床 走路 或者是坐起床 才可以舒缓得到 如果我有这些资料 是有帮助的 食物 简单 有些人吃了甜的东西 经常都听到 吃了甜的东西 野痰 有些人喝酒 星琴尿剂 是跟酒有关的 有些人说 我喝了酒之后 就需要某某个病 或者是头痛 或者是痴癌症 什么病都好 跟红酒 酒有关 或是甜的有关 升下新的那种 金属的疗势 是很有用的 有时候 看看是否吃了酸的东西 有些人喝了啤酒 喝了咖啡 喝了凍饮 有些人吃了东西之后 会咳 也有些人 就是Fasting 那时候咳 是啊 哎呀 我刚刚也是这样 做了十天的Fasting 真的咳 也很厉害 就是咳到昨天 是啊 是很有趣 日咳 夜咳 没错 但是我一做完Fasting 十天完之后 就不咳 就正知了 很特别 哈哈哈哈 在和我的疗法 我就是这种 这样的症型 Fasting 那时候咳 当然 你有机会 真的符合这个症型 你一断食就咳 那也可能 你断食的环境 是比较凉 是不是 寒凉些 在近海滩 之类 那就是要考虑 就是很多因素 有些人就肚饿会咳 有些人就有牛奶会咳 有些人吃咸的东西会咳 有些人吃酸的东西会咳 有些人 就是总之呢 如果我能够拿到食物的资料呢 这个会帮助我们找个疗剂 因为和他的疗法 咳的疗剂有几十只 五六十只 简单的 那真的要去找 好了 那还有一个要考虑是情绪 他咳的时候会怎么样 有些人咳的时候很吻的 很憤怒的 他有一种伴 有一种这样的情绪 有些人咳的时候 很害怕的 是不是很紧张 好像自己有什么大祸 临头啊 这种感觉 有些是学生的 上学就咳的 我们叫student 什么原因都好 是不是有压力呢 那就是有些人 有些人咳的时候 就很疯狂的 是抱着的 有些人咳的时候 你跟他聊天 跟人说话 他就会咳的 有些人咳的时候 房间有人就咳的了 房间有人走开 他就不咳的了 那就是很多情绪的因素 是会的 有些人就 想着咳就咳的 不想着就忘了 就不会咳的了 那所以我有一段时间 会考虑这个因素 那还有就是 恶劣因素 就是跟刚才说的 那个空气环境都会有的 那其他的 譬如有人听到音乐 闻到一些气味 或者或者 或者听到 钢琴声 或者遇到花粉 或者遇到 一些 硫黄的味 或者有时 撒一下耳朵 或者撒一下 那个咳喉 那这样就会咳起来的 那也有些咳呢 是遇到一些很光亮的环境 或者光的灯 或者像刚才所说的 在太阳之下都会咳的 很刺激 就是有些疗剂 好像Ned Man的疗剂 就是在太阳之下会咳的 好了 活动了 是吧 有些人咳就是 走上山 走上楼梯就会咳 有些人咳就是 大力呼吸就会咳 有些人咳就是 在拆牙的时候会咳 有些咳就是 闭上眼睛就会咳 有些咳就是 在享受性行为的时候 是吧 我暂时都未遇过 有些人咳就是 在跳舞的时候咳 有些人咳就是 出牙 或者用力 或者跑步 或者用力 有些咳就可能 在大笑的时候咳 有些人咳 在动动的时候咳 或者跑步的时候咳 就是很多很多情况 如果你说得出 就非常之有用 如果我咳就 我好像唱歌 就咳 你知道吧 如果喜欢唱歌的人 遇到这些问题 真的很头痛 这叫做活动 有些活动情况 或者是令到你咳 好了 我亦都要了解 他有一种什么感觉 对不对 他有一种卓异的感觉 或者好像觉得很脏异的感觉 或者很粗糙的感觉 或者好像有个头发 在那里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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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那当然 那很多时候咳都是跟那个人受寒 或者是出水痘 或者是出麻疹 发烧 或者有些咳 是孕婦咳 在怀孕期间 是很容易咳 那我们要了解 有什么因素 导致这个情况出现 好 好了 那 你也看到 我们考虑的东西 真的实在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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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到 就是我们遇到咳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的东西 不是那么简单 那 再给大家 譬如有些人咳 咳的时候 觉得有缓云的感觉 有些人咳 头就好像很冲血 很脏的 有些人咳 咳到头痛 这个比较常见 人咳咳咳咳咳咳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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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但有些人咳咳到飙了眼泪 也也听过 有些55 estaba飙了眼泪 有些人咳咳到流鼻水 有些 咳咳到流鼻血 有些可能更ции来 starve 咳到流鼻血 有些人咳,面都红了 有些人咳到面都青了 所以这些也是我们在处理 找咳疗剂的时候要处理的 有些人咳,咳那些气味很臭 有些人咳,就流口水的同时 有些人咳,咳到喉咙痛 或者咳到作嘔 想嘔 或者咳到没多久 咳到嘔了出来 有些咳到胃痛 有些人咳,咳有很多 有些人咳,咳真的很仔细 有一种咳,其实也挺常见的 有些女性,不用年纪很大的 咳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就是濕感 这个阵型也挺多 但有一种是大便都濕感 这种就比较少 但是小便濕感是挺常见的 很多比较年纪大 有三个十元仔的那些女婦人 为什么会这样?是否不够气? 好像尴尬的 是的,湿得很厉害 有些人只需要尿片 吸干的时候,它只需要尿片包住 但年纪不是很大的 有些人,总之当然了 很年轻的那些我就少见了 通常都是有三个十元仔的那些 那就是不同的年纪 就是大小小年纪 这个很多时候会出现的 有时它尴尬到 它迫程 就是压到濕了 就是控制不了的 所以这是一个要处理的症状 有些人吸干,吸到喉咙很痛 有些气管很痛 那时问它怎么痛呢 它有消热那种痛 有些好像很疼的那种痛 风好像吹过那种很疼的痛 有些吸干,吸干得喘 吸干得透过气,透不了气 有些吸干得胸口好像有东西压实的 有些吸干得胸口好像有东西压实的 有些吸干得胸口又痛,腹部又痛 有些吸干的时候心跳都很快 有些人吸干得背部都痛了 那当然有些吸干得醒了 有些人迟着睡都睡不到 没办法睡了 那所以真的很多考虑 有些人说吸干,每次吸干就流流大汗的了 如果我们遇到一个病人 有一个很顽固的咳嗲 那我们真的需要仔细一些 详细一些的资料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资料 那我们才有机会 帮它找一个正确的疗剂 对不对? 袁医生真是不说不知了 原来咳嗲都有这么多种情况 其实袁医生,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具体一点 譬如每一只咳嗲有什么疗剂可以处理的呢? 还有有什么实际的症形的呢? 那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可以试下认出自己的疗剂 如果你认出了,可以自己上来 是大安健康中心卖的 试下无妨,是不是? 有没有副作用的 如果真的不行才再找袁医生 对不对? 是的,我这里很欢迎听众 其实我们都自从电台开始了 都快十个月左右了,是不是? 也有很多听众 带一些家人来看病 有时他都问我 我是不是这种型的人? 大家都很有兴趣,是不是? 那很好啊,有认识的自己 那我们的节目的 都是希望大家有办法帮到自己 是的,自己帮自己 我都觉得现在的健康问题越来越严重 只是靠医生,其实是不够的 或者尽量想办法自己去帮一下自己 那同学疗法是这样一种医药里面 传统几百年来 都有很多家庭常用 就是由早期的同学疗法开始 都很多医生就会写一些资料 或者教育一些病人 一般的人是自己用同学疗法去医治自己的 那为什么我们很放心 叫大家这样做呢? 因为同学疗法的好处就是这样 它是一种能量的工具 它一定是不会有副作用的 就算有时它推动身体的反应 其实它也不是代表这种医药的副作用 只不过它是启动身体的反应 的病症,症状 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几只 其实有五十多只 在我们时间之内 我尽量跟大家谈谈几只 有些可能大家一听就会明白 第一只是叫Brionia Brionia是一种草药 The Wild Hops 也有一种叫射根 也有叫欧树药 药药药 那字我都不太懂 总之是英文 最重要是拿英文 因为你买药 拿中文全世界都买不到 这种同学疗法是一种不折不扣的 是西方的医疗工具 所以记住Brionia B-R-Y-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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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所以你看到B-R-Y-O-N-I-A B-R-Y-O-N-I-A 你看到整个面都捏了 躺在这里 躺在这里 动都不想动 B-R-Y-O-N-I-A B-R-Y-O-N-I-A 很多时候是干咳 是干净的咳 比较淡 比较少一点 这种咳的样子是这样的 动都不敢动 痛到死 咳得头痛 腊骨痛 胸口痛 胸膜痛 是不是很干吸 要喝大口水呢? 这个是Brionia的证明 好 另外一种疗剂 是叫Causticum 好 这种Causticum Caustic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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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翻译到 阿圣纳 一种 一种Causticum 一种Causticum Causticum 一种 我叫阿圣纳 Causticum 一种抗蜜炎 抗蜜炎 这种咳的证明 咳的人 常常觉得喉咙 有点痰 咳咳 常常在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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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儿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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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那时候也会变得差一点 但Causticum很有趣 好,第三个了,Coccus Cacti Coccus Cacti,Coccus Cacti是什么? 是一种先人状 Coccus Cacti 这个疗疗的阵营是有时间性的 它在一个热的地方,热焗的房间 它就会割出来的 而且割起来也是一种爆炸成 我叫做Parasismo 割得很厉害 割一轮的割 不是一声一声的割 时间是6点到7点早上 或者是晚间11点30分 即是近Iman的时候会出现 总之在热的房间,它就会割 通常这种割,又短又成的 尽管即是一个短丽 咳,尽管咳下后 可能有点彩 inde으로 所以它的声音都是很短 很快地尽管 到处切,热的地方 压的环境还就要不测 冰了风气 冰的饮品 冰的食物会更更舒服 所以很多人在同一疗疗疗疗 在辨证的考虑是很怪异的 因为一般人都会不同的 好了,另外一种是 Kali-Carbonicum Protessium Carbonate Kali-Carbonicum Carbonicum C-A-R-B-O-N-I-C-U-M Carbonicum 即是叫Protessium Carbonate 是什么?碳酸甲 碳酸甲 碳酸甲的阵形很有趣 碳酸甲也是这样干 或者有些痰咳 可能是肢气管炎咳 但是它有时间的 它咳通常是凌晨 晚上两点到四点之间 是最咳得最厉害的 或者是早上那段时间是咳得最厉害的 而且这种形狀咳 都觉得有些喉咙症 有些东西滚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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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晚上就躺下 一躺下就会咳 或者是晚上那段时间 就会咳出来的 当然了 你躺下会咳 通常你会坐起来 坐到直晒 或者向前聊 这种就会舒服点 Carbonicum 就是这种这样的时间 是很重要的 还有个人就会坐直 好了 另外一种的疗剂 是Protessium Carbonate 大家都听到很多了 Protessium Carbonate 是白头翁 嗯 那白头翁的咳 通常可能和伤风之后 或者敏感之后 通常白头翁的咳 通常是有痰的 毒痰可能有些绿绿绿的痰 通常是在夜晚 黄昏之后 或者夜晚 在床上 就会容易 就是会严重一点 那 Protessium Carbonate 白头翁的阵营 它是喜欢新鲜空气的 尤其咳得辛苦的时候 它就可能在外面 在户外空气 慢慢地 慢步走下 就会舒服一点 睡觉的时候 就会把枕头托起 白头翁很多时候 会认识一些小孩 有些很疯狂的小孩 小孩病的时候 很疯狂的小孩 很疯狂的小孩 这种这样的阵营 是Protessium Carbonate 好了 跟着跟大家讲 就叫做论 PHOS PHOS PHORUS PHOS PHOS 这种型型的人 这种型型的咳 很多时候 什么咳嗽也好 很快变成肺炎 变成严重的肺炎 我前一阵 我公司有个同事 他有个儿子 现在进入香港大学 读书 你知道原来 现在大学有很多 这样的 就是那些 clubs的活动 是 每晚就常常要开会 开会 开会 开会到他 直接的人 病倒起来 咳嗽得很严重 咳嗽到 我假设 这是一个同事的小朋友 他的型型很高 很瘦 美国人űl 很肯定是一个轮型的细纹仔 不是细纹仔,是大学生 我说,我们快快快让轮给他吃 否则很快就会变肺炎 其实他已经发烧了,考试都考不了 临考试就病到,咳一咳,又发烧又成 我听说,这个是轮型的案件 我就叫他拿轮30C拿回家 翌日他就立刻回学 医生这个可能是对的 很快啊! 高高瘦了,Patrick高高同上瘦 轮型的人喜欢冰水,喜欢喝冰水的人 都是看黄昏和Trylight的时候比较容易出现 好了,快再,Ruma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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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sper 那种咳,是常常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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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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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很仔细辨证才能找到 当然如果大家真的遇到咳嗽 试过我们很多其他的草药 饮食方法 或者戒口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食物敏感 如果都不碰的时候 那就不要紧了 我们会用同一疗法 帮你辨证私自 比较安全 真的很感谢袁医生的分享 很丰富的资料 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如果听众朋友你有问题的话 欢迎你直接email给袁医生 你可以email去 dryun at source radio dot com dr dot y u a n at s o u r c e w a d i o dot c o m 或者你可以直接post上 我们的袁网台讨论区 祝大家有个开开心心的周末 多谢大家 大家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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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塵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ling.com.hk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每个月月的